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用名叫北非谍影当中七美的爱情故事中认识他的 那么这个爱情故事呢改动了一代一代的人 虽然是拍摄于二战时期 但是呢现在看来呢还的确呢让我们呢记忆忧心 那么这个浪漫的故事呢赋予了这座城市呢 这个浪漫和优雅的气息 这部电影呢获得了1944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和最佳改装具备奖成为呢 电影史上最成功的经典之作 多年来呢这部电影的角色剧情和主题起呢 成为一代文化人的标志 尽管电影中的全部场景呢 其实都是好莱坞的这个影棚当中拍摄完成的 但是呢人们还是记住了卡塞布拉卡这个美丽的名字 我们这次摩洛哥之旅呢 这个到第一站呢就是卡塞布拉卡 其实呢当天呢并没有在卡塞布拉卡停留啊 直接呢从机场呢就转车到了他的首都拉巴特 那么后最后一站呢我们又翻回卡塞布拉卡 那么这一天呢 在卡塞布拉卡住了一晚 然后好好体验了卡塞布拉卡这座美丽的城市 世上有那么多的城镇 城镇有那么多的酒馆 他却走进了我 那么这是电影卡塞布拉卡当中的 一句经典的台词 那么或许就因为这部浪漫的爱情电影 或许呢是因为这首美妙动听的歌曲 那么卡塞布拉卡呢 我却走进了趟 卡塞布拉卡在西班牙的园仪当中呢 就是指白色的屋子 而这座城市的阿拉伯门名呢叫达尔贝尔 就达尔贝达 那么现在呢已经很少被人提及 那么当摩洛哥皇家航空的这个飞机 载着我们离开马德里的机场 直冲蓝天的时候呢 这座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大的城市呢 在身后呢逐渐的缩小 直至消失不见 旋转外的风景呢 开始由陆地变为大海 越过地中海大西洋的通道 支普罗的海峡 那么非洲大陆呢就溢入连沿 那么宅宅的伊万海峡呢 将这个两个大陆呢 分成了迥异的景观 公元八世纪呢 阿拉伯帝国迎来了阿巴斯的王朝 军事上达到了帝国的顶峰 在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内部权力 争纷争中呢 一直失势的力量呢 从阿拉伯半岛败走 来到了摩洛哥 那么并在公元1788年呢 建立了摩洛哥的第一个阿拉伯王朝 就伊德里斯王朝 那么我们来到了摩洛哥的第一站呢 就是这个比邻大西洋城市的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呢 是摩洛哥最大的港口城市 被誉为大西洋的新洋 在区区处处的洋溢着 这个两个大陆混大的气息 虽然我们在摩洛哥之行的 首战落条件呢 这个没有能仔细的去 欣赏这座城市 那么在最后的一站呢 我们却很好的呢 体验了一下这个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呢 是摩洛哥最大的城市 也是摩洛哥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 那么这座城市的名字变迁呢 也记载了摩洛哥千百年来呢 跌宕起伏的历史 从公元七世纪开始 这片海边的陆地呢 只是一个看不起的小愚春 当时的居住在此的人呢 叫伯伯尔人 称他为安法 意为这个叫高地 到中四季时呢 安法已经成为繁华的贸易港口 并与意大利葡萄牙 西班牙等国呢 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 15世纪中叶呢 15世纪中叶呢 葡萄牙殖民地呢 占领了这个安法 并将其呢 以为平地 公元1770年 摩洛哥国王下令在安法城的旧址上呢 兴建一座新城 取名呢 叫达尔贝达 那么就是这个 凯萨布兰卡 到18世纪末 西班牙殖民者呢 取得了达尔贝达的贸易权 那么将它呢 更名为凯萨布兰卡 20世纪初呢 法德两国呢 争夺摩洛哥 那么这座城市呢 其大部分的摩洛哥领土呢 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一直到1956年 摩洛哥独立后呢 又将这座城市呢 这个恢复为达尔贝达 但是呢 随着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呢 卡萨布兰卡的这个名字呢 已在国际上呢 非常知名了 因此呢 很多人知道的呢 是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全城呢 白设建筑林立 那么因此呢 又成为叫白设之城啊 漫步在这个 一个名为 麦阿密海滨的大道上呢 大西洋的海风呢 吹拂着这座城市 麦威亦海滨大道呢 是比邻大西洋的一条景观道 也是卡萨布兰卡 最美的地方 当地最著名的景点呢 哈长二世清真寺 那么我们 哈长二世清真寺呢 我想作为专门的一集呢 我们在下一期呢 与大家来分享 那么还有很著名的 瑞克咖啡馆呢 就在他的旁边 这个麦阿密海滨大道呢 有一条宽阔的车行道 车到临海的一侧呢 这是宽敞的木栈道 佛兰呢 可以远眺蓝色的 这个大西洋 栈道的栏下呢 伸向海滩的部分呢 是一排紧密连接的呢 咖啡座 酒吧 泳池 充满了悠闲的度假氛围 在海滨大道 往南几乎到了尽头的转弯处呢 有一家当地非常知名的咖啡厅 名叫麦阿密 因此呢 那么这个大道呢 就以这个咖啡厅的名字命名 成为麦阿密滨海大道 麦阿密的咖啡馆呢 就坐落在高高的堤坝上啊 两边淋水 坐在露天的院子里 眼前呢 只有一望无际的大西洋 日落时分呢 分外的美丽 麦阿密海滨大道 靠近市区的一侧呢 有一片隐秘的这个树林 那么这个称为叫安法别墅区 那么这是这个有钱人居住的地方 这个外来人员呢 这个飞寝没入 那据说很多这个国际影星啊 欧美的知名人士呢 那么都在此呢 有自己的官邸 那我们走进这个电影 卡萨布拉卡里著名的 这个瑞克咖啡馆啊 就仿佛呢 穿越了百年的时空 二战爆发后呢 大量的欧洲人呢 逃离了自己的国家 以躲避纳粹的这个铁蹄 摩洛国北部的城市呢 卡萨布兰卡呢 成了从欧洲到美国的重要的中转站 那么卡萨布兰卡的故事呢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呢 展开的 那么该片认为呢 不只是一部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 实际上呢 是一部宣扬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电影 那么此片呢 于1942年11月26日呢 在纽约首映 巧合的是呢 盟军呢 在一周前呢 进入北非 并占领了卡萨布兰卡 与大家一样 我最早知道卡萨布兰卡这名称呢 也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 史上最伟大的瑞典女演员 英格里包曼的演技呢 让我记忆犹新 那么他当时呢 演这部剧的时候呢 大概27岁 那么留下了比雕塑 还要美丽的盛世荣言印记 那么只要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呢 无人不会败到他的石榴群像 故事呢 大概是描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那么这个欧洲人呢 通过这个卡萨布兰卡呢 去美国呢 寻求安宁 他们到达卡萨布兰卡之后呢 就必须拿到呢 出境签证 他能继续下一步的行程 然而出境签证呢 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 所以呢 大批的欧洲人呢 都停留在了这个北非的小城上 有些人呢 长期拿不到签证呢 也就随意安然的 在这卡城呢 开始了自己的新的生活 瑞克呢 就是这种安定在 凯萨布兰卡的人呢 瑞克有着美国的国局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呢 是不能回到自己的主国 那现在呢 他是一个 分世忌俗的人 那么他所经营的这个咖啡馆呢 就叫瑞克咖啡馆 那么在当时呢 卡萨布兰卡呢 非常的火爆 那么各种名流 政界 以及三角九流 偷勾摸迹之道啊 就通通都会聚集在这里 那么瑞克咖啡馆呢 也延传了 卡萨布兰卡社会的 一个说影 一天呢 德国的两名 特派专员呢 被人梦杀 他们所在携带的 出境证明呢 也被人拿走 那么如果有了 这个出境证明呢 可以场通无阻的 那出入到欧洲 去世界任何的地方 而这一惊天的大案呢 正是瑞克的一个常客 名为叫优迪克的人所为 那么事后呢 优迪克找到瑞克 将出境证明呢 托付给他保管 然而呢 没有等他进一步动作 那警察呢 就把他逮捕了 几天后呢 就有了尤迪克的死讯 再一来呢 出境证呢 就归了瑞克所有 而这个东西 对于瑞克来说呢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瑞克呢 已经看破红尘 他称呢 瑞克呢 曾经呢 这个帮助过 埃塞格比亚呢 抵抗意大利的侵略 也曾在呢 西班牙的内战当中呢 帮助呢 地下党呢 战斗过 那么可见他的身体呢 其实一个 是热心的这个革命者 而他呢 成为现在不问世事的一个 绝成高人呢 这是因为一个女人 一个他在巴黎深爱的女人 他们曾经有过美好的时光 也商量好 要一起离开欧洲去美国 但是到最后呢 这个女人呢 却以他失约了 于是呢 瑞克只身来到卡山布兰卡 几年来呢 都没有他的任何信息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女人 就突然出现了 而且呢 他是和他的革命家的丈夫 维克特 一起来到了这个卡山布兰卡 主要的目的是帮助丈夫呢 离开德国人的追查 那么这个女人呢 只好求助于瑞克 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几番这个纠缠之后呢 两个人之间的误会呢 全部消除 那么久违的爱情呢 又在两人中间迸发 女人呢 希望呢 留在瑞克身边 那么只要瑞克 让丈夫离开就好 而瑞克呢 就注入了更大的选择 他将两份出镜证明呢 都给了这个女人 并不惜呢 劫持警长 一弄将两人呢 送上了离开的飞机 那么这就是故事的 大概的情节 那么许多人认为呢 这个卡山布兰卡 是好莱坞拍出的 最伟大的这个电影 那么虽然有点夸张 但是也反映出 这部电影的经典的地位 而照就这部影片的呢 各位的主演啊 也将演员呢 这个角色呢 刻发的入目三分 那么除分出神入化的演技呢 对我们 使我们对这个瑞克 丽莎等一干的荧幕形象呢 留下了深刻的这种印象 时至今日啊 他们的这个 在片中的风采呢 啊 还是仍是让我们呢 神魂见到 而英力鲍曼 同样将自己的 最光鲜亮丽的一面呢 留在了这个影片之中啊 使他呢 闪耀的美丽呢 轰托出了瑞克 最大的啊 这个宽容 那么正是他呢 由于诠释了一个 全世界男子的 位置倾倒的美人角色呢 才让这个部片子呢 有了戏可看 而这个 丽莎呢 也成为了 这个黑白影片中 与这个安娜公主 齐名的 大众的呢 经典情人 那么本片中 对白呢 先当出色 我们刚才说了一句啊 这么这一点呢 主要承担为几位 主演的精在演技 啊 另外呢 导演呢 对于情绪的调动呢 和把握呢 啊 也是这个 这个 这个片子的呢 一大突出之处 那么他懂得 煽情的时机 和选择 就这样 伟大的演员 搓色的导演 良好的剧本 那么一同大照了这部 融合浪漫 悬疑 幽默 和爱国主义的好片 那么虽然已经过去了 半个多世纪 但这部影片的经典 却与日俱争 那么我回到美国之后呢 我还是专门呢 又看了一部这个片子 啊 那么影片的这个结尾呢 呃 没人知道呢 丽莎追踪会选择瑞克 还是选择 呃 威克多 但是 所有在 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呢 呃 英格利鲍曼的曾经问过导演 说这个这个片子当中呢 到底是呃 比较爱瑞克多一点呢 还是爱威克多多一点 而导演只告诉他 表演的时候 要两个人都爱 这也许是呃 这个剧情所需啊 但是呢 这个片子的这个经典就在于 似爱非爱 两个都爱 因为影片是在二战期间拍摄的 所以呢 出于安全的考虑呢 呃 是不允许天黑后在机场拍摄 啊 于是呢 剧主呢 改在这个摄影棚中拍摄 啊 那我们在看到的很多的 晚上飞的飞机呢 其实呢 都是模型啊 飞机的图像呢 啊 是用纸板制作的 那为了让纸板的飞机呢 体现出真实的 这个飞机的尺数呢 啊 剧主呢 让一些身材不高的 这个孩子呢 去扮演机场的地勤人员 啊 这显得就比较逼真了 啊 这个也挺有意思 呃 1942年11月8日 啊 盟军的部队呢 挺进了这个 凯三布兰卡 而当时的影片呢 预期呢 在第二年的春季上映 于是呢 这个制片方呢 建议呢 啊 改变这个影片的结尾的情节 与现实中的事态呢 发展的相吻合 啊 那么最终呢 这个影片呢 于这个 11月26日 在纽约 首映 那么学历史后 我们都知道呢 二战期间呢 美英首脑呢 称在凯三布兰卡 开过一个重要的会议 啊 凯三布兰卡会议 就是指一场 由美国总统罗斯福 和英国首相 丘吉尔 啊 参与 自1943年1月14日 至24日 在北非的 摩洛哥的凯三布兰卡 举行的这么一个会议 那么会议中呢 讨论了二战期间 啊 和后期 非洲地中海 太平洋的战局 和对德意志 轴心国作战的问题 啊 并就加强对德国的 红炸啊 那么土耳其在 战争中的这个立场 以及欧洲殖民地的 命运的问题呢 进行磋商 呃 会议结束后呢 美国总统罗斯福 于1月24日呢 在凯三布兰卡的 记者刀查会上宣布呢 反法西斯盟国 将把德意日战争呢 进行到三国 无条件投降为止 啊 那这是 让三个法西斯国家 无条件投降呢 成为这个会议的 这个主题 那么尽管 卡萨布拉卡会议上呢 英美啊 这个两国呢 就一些问题上呢 会有一些分歧 但是英国总统 罗斯福呢 和英国首相 美国总统罗斯福呢 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呢 这个把轴心国 作为战争的目标呢 看法呢 却是一致的 卡萨布拉卡会议结束时呢 罗斯福说 只有消灭 全部消灭德国 意大利 日本的军事力量 世界呢 才能 进入和平 那么这就意味着呢 隔一日 无条件投降呢 成为二战的 至高重要的 关键的节点 那么也持此次 卡萨布拉的回忆呢 名扬天下 这个卡萨布拉卡呢 是这个华纳兄弟 1943年呢 他们这个设置的作品 那么这个作品呢 这个电影出来之后 那么获得了 很大的这种奖项 因为影片呢 这个拍成之日呢 正值卡萨布拉卡会议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胜利灾望之时 那么如果说前者是人和的话呢 后者呢 正是天使 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配角 全是呢 欧美人 只有这个警察局长的国籍呢 没有交代 应该看来是法国人 这也就印证了一点呢 这个 因 美 法 合作 那么进入到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么这一切呢 确实发生在北非的卡萨布拉卡 那正是显示了这个城市的 特殊的地位 这个摩洛哥 还有卡萨布拉卡呢 其实呢 这个 也有他的历史的畅商 1912年呢 法国和西班牙大兵压境 在国土沦上的时候呢 摩洛哥的苏丹呢 被迫接受法国强加的 这个菲斯条约 接受了法国的保护 保护啊 从此呢 摩洛哥成为 法国的这个殖民地 在摩洛哥的一些主要的城市呢 啊 如这个菲斯啊 呃 这个 呃 拉巴特等的都出现了一些 呃 法国化的这种过程 呃 呃 除了法语和法国文化呢 这个大肆的这个推行之外 呃 那些传统的阿拉伯旧城旁边呢 出现了一座一座 呃 法诗的呃 呃 新屋啊 这种情况呢 呃 使我联想到呢 其实呢 和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呢 非常的相似 呃 一个名义上属于中国啊 实际上完全由外国人主宰的 租界呢 那么与原来的那个 旧城 也就是华界的并存 呃 只是在表面上呢 上海的租界是租的 而摩洛哥的那些新城 和阿拉伯的旧城呢 只是受 法国人的保护 二战期间呢 德军呢 供获巴黎啊 这个维西的鬼水政府成立 表面上呢 法国还是有维西政府管理的 但实际上呢 他在海外的保护国在内 这个受制于这个德国啊 正因为如此呢 啊 卡塔南干 布兰卡 既不同于柏林 布拉格也不同于巴黎 啊 纳粹德国呢 啊 一般呢 不直接行动啊 大多数让政府 当地的政府出面 而法国殖民地呢 啊 这个殖民者呢 也往往呢 啊 加首于本地的代理人啊 以维护其保护者的地位 那这种绰终复杂的关系呢 加上顺西万变的战争风云呢 那么卡塔南干的系统中的各种势力 各种人物 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活动舞台和空间 啊 那么卡塔南干 还有其独特的优势 地出北非 濒临大西洋 有海陆通往 法英美各国的都比较方便 啊 在这里乘飞机呢 还不普及的条件下呢 啊 这是有为重要的 啊 这一抗战期间呢 上海诸舰呢 确实十分相似 啊 1937年8月13日日口入侵 华界与公共诸舰北部 很快呢 啊 为日军所战 但公共诸舰的大部分呢 啊 于法诸舰宣布了中立 啊 因此呢 日本呢 尚于为英美交战 不便进入了诸舰 啊 对抗热的活动呢 就有所限制之所孤岛呢 就成为各种力量 各种 人物啊 这个活跃的政治舞台 啊 这么这里边呢 有国民党 共产党 帮会 新旧中法 在野的啊 和下野的政客 江泽名流 啊 这个海外名人啊 这个包括日本人 西方各国啊 这个谍报机构呢 啊 一时呢 就云集在这个孤岛之上 啊 这我们看了很多的这个 呃 上海的抗战边呢 其实很多的时候呢 都是以诸界啊 为基地啊 啊 那到太平洋爆战 爆发前夕呢 上海的外侨呢 达到空前的15万人 啊 因此呢 很多的犹太人呢 和外侨呢 也在是在这个时事呢 那涌入了 1942年后呢 上海的特殊地位呢 也没有散失 因为表面上的 逐渐由汪伟政权的收回 啊 但这个呢 呃 鬼水政府呢 也算是日本的盟国 啊 从当时的卡萨布兰卡 又从上海的这个画面呢 是一样的 那么其实 瑞克 这个咖啡馆呢 我们走到的时候呢 啊 正值啊 这个西洋西夏啊 这个外头很多人在拍照 啊 其实呢 这个是 一个户外美国电影的 呃 美国人呢 仿造电影中的场景呢 在这里建造的一个 啊 仿真品 啊 相似的大门 啊 以窗扇白色的 这个拱形走廊 高高悬挂的 七彩玻璃灯 啊 带着流淑的桌灯 啊 黑色的雕花的椅子 还有一架 熟悉的钢琴 那么在卡菲果二楼的小厅里 循环播放的电影 卡萨布拉卡 以及主题 时光飞逝 啊 充满着这个怀旧的浪漫色彩啊 得以让世界各地的影迷呢 在这里从事那份久违的感动 啊 与马拉卡什 菲斯和拉巴特不同啊 那么卡萨布拉卡 这个城市呢 啊 有一种简单干净 啊 有自己独特的风采 啊 舒适文和的气候 和现代的城市建设呢 让这城市呢 成为摩洛国最佳的独家地 出道卡城呢 绵延的欧式建筑 宽阔典雅的街道啊 及油盐行驶的电车呢 啊 都令人眼前一亮 那么豪富至于南欧的地中海城市 呃 欧式的建筑风格 与摩洛国数百年的殖民历史呢 密不可分 葡萄牙 西班牙 法国的同志者呢 啊 在这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道 使得各类的建筑流派呢 在这里相互交叠 装饰术 东方艺术 新艺术 构成了这个 理想主义 现代主义的这种发展 啊 1907年呢 法国殖民地呢 这个殖民者呢 炮击卡山布拉卡 啊 再一次呢 将老成了一约平地 啊 直到二十年代 这个 法国殖民政府呢 开始呢 展开大国民的 这个新城造成的运动呢 啊 使得这个 啊 法国呢 装饰的这个 运动呢 在这里盛行 因此呢 啊 这个期间的众多的建筑呢 受到了 受到了 这个 法国建筑的一种影响 70年过去了 人们依旧还记得这种城市啊 城市的人们自由自在 生活在阳光之下 来来往往啊 像是在演 演一部新的 卡山布拉卡 那么 走在卡山布拉卡的街头啊 在街道的小巷啊 这个建筑的庭院啊 楼梯间的停留呢 去感受的 是另一种魅力 呃 我是喜欢这样的城市的 那卡山布拉卡呢 是一种让人能够 一下子喜欢的城市 呃 从机场呢 通往市区的这个公路上呢 呃 干净啊 也没有拥挤 这个 现代传统文明啊 构建了一座新的卡山布拉卡 来到这个咖啡馆 我在努力的寻找心中的 这个英格利鲍曼 他究竟在哪里 啊 在咖啡馆的大厅中 还是在卡山布拉卡的街头 或者是巷尾 来到摩洛哥呢 很多人呢 大概有两种清洁啊 一个清洁就是为了三毛 另一个清洁呢 就是为了卡山布拉卡 啊 也许这就是越来越多的人 情不自禁的 喜欢卡山布拉卡的原因吧 那么走在卡山布拉卡 像是一座新的电影啊 有的时候需要抬头呢 去审视这座城市 啊 你在无论在哪里啊 就呢 在这里呢 都能感受到 这个卡山布拉卡的新奇和魅力 是的 历史在改变 人性 人心 会改变吗 于是我决定 在卡山布拉卡 在穆斯林的世界里 去吹一吹 大西洋的风 此次摩洛哥之行 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每一座城市的古谱 建筑师们进行设计 构成了这个伟大国家的建筑地标 与普通的民居不同的是 那么政府机关的建筑 以穆斯林传统风格为主 赋予欧式装饰的艺术元素 作为摩洛哥的经济和交通中心 那么卡山布拉卡 展现出来的 现代都市的活力 卡山布拉是需要时间的去感受的 就像丽夏与瑞克 你喜欢的一个女子 从表面的华丽 是感受不到内心的纯洁一样 我想眼前的 一砖一瓦 一炒一磨 不就是一部新的卡山布拉卡吗 夜幕现在的卡山布拉卡的街头呢 车水马龙 霓虹散烁 新城的现代化商业气氛 与老城的静谧呢 相互映衬着 夕阳西下 卡萨的夜呢 已经刚刚开始 市中心的联合广场上呢 人头传动 那现代化的电车呢 穿梭期间 海水的气息呢 漂浮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种旅树的叶片 在西西的微风下呢 轻轻的摇曳 小麦瑟的年轻人呢 拖着塔拉板 在大街上呢 地里达拉的游荡 呼啸的摩托车呢 从身边呢 及时 这里呢 似乎和任何一个繁华的海滨城市 都没有什么不同 有一瞬间 我竟忘了自己是身处欧洲 身处非洲 但是下一秒的台阶王区呢 远处高雄的哈长二世清真寺 被灯火呢 照得通明 在城市的夜空里呢 显著呢 瞩目与耀眼 这就是 卡扇布拉卡的故事 好 时间关系 那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呢 将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位于卡扇布拉卡著名的 哈长二世清真寺 感谢你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谢谢